一,人这一辈子,自己的身体最宝贵,千万别亏对,自己的心情最珍贵,千万别发霉,自己的生命最可贵,千万别浪费。 二,活着,别比钱多钱少,活着,别比钱多钱少,要比心情好不好,有钱的未必脸上有微笑,没钱的未必日子获得不好,穿金带银能怎样,平平反反又如何? 只要你能知足,就什么都不缺,只有你有快乐,就什么也不少。 三,钱是什么,钱是靠人挣的,也是给人花的,省吃俭用流那么多,看见喜欢的东西也舍不得,你活得亏不亏,累死累活在那么多,最后钱还在人没了,你活得知不知。 四,知足是什么,所谓知足,并不是必须要知坏的,穿破的,生活平寒不堪,而是内心的安安与淡定,该有的总会有,不该有的不会有,属于你的必定是你的,不属于你的永远不会是你的。 真是此道理,自然就能放下了,不,幸福是什么? 你穷,有人跟着你,这就是幸福。 你病,有人照顾你,这就是幸福。 你冷,有人抱着你,这就是幸福。 你哭,有人安慰你,这就是幸福。 一郎,有人抱着你,这就是幸福。 一错,有人包容你,这就是幸福。 你累,有人心疼你,这就是幸福。 一郎,有人抱着你,这就是幸福。 六,争赢了,什么都输了,人活着,没必要白事都争不明白,跟家人争,争赢了,心情没了。 跟爱人争,争赢了,感情散了,跟朋友争,争赢了,心意没了,争的是离,输的是情,伤的是自己。 七,每天健康期间是,第一,一定要吃好三顿饭,第二,一定要睡好八个小时觉,第三,每天坚持运动八个小时。 第四,每天要笑,身心健康,第五,很特殊的,每天一定要味道变,第六,一定要家庭和睦,第七,不吸烟,夫婿酒,每天健走。 健康要从每一天开始,每天健康,就一生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